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还记得当时它飙到了180个百分点 190个百分点 所有人都觉得够了 不会再涨了吧 只有我鬼骨子跟你讲 一切都还有机会 各位它整体的量能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你为什么要预设立场 觉得它已经涨完 不是很好笑吗 几乎整个市场只有我鬼骨子跟你讲 一切都没结束 还会再涨 现在已经涨了将近270个百分点 各位我不仅仅是第一个带你分享所罗门 而且这中间往上狂飙的过程当中 只有我跟你讲一路续抱 我的家族成员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 都还抱着 各位一个波段下来才够舒服 各位狂飙了将近270个百分点 一档个股涨了快要三倍 涨了270个百分点 1000万出来变成了3700万 一档对的股票 1000万可以变成将近要3700万 而我今天会公开 所罗门第二是谁 所罗门第二今天不啰嗦 我直接亮灯涨停板 在我鬼谷门 我们的好股就是一档接一档 而且一切讲在前面 我都是趁整个市场没有注意到的时候 跟你分享这些个股 然后他就这样温吞温吞 震一震震一震 然后开始狂飙 震一震才开始狂飙代表一件事情 我知道他会涨 我知道他会涨 我不是等到一档个股长红棒 网上狂飙了 然后来跟你讲说 这档个股它为什么会涨 各位为什么会涨 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要能够知道它会涨 事先买进了 你买进了 整理完它开始网上狂飙 才有意义 不是吗 那很多人会想说 鬼谷子凭什么你知道 为什么你的股票 包括了像是散乐小王子 3338的泰塑 今天我在出门前还没有涨停板 我刚看一下野亮灯涨停板了 那为什么昨天涨停 今天又涨停 还有第一桶 今天昨天涨停 今天又涨停 所罗门今天又涨停 凭什么你的股票这么强 哥我在带你做的 叫做本来就会涨的股票 股票市场里面的真理是什么 这世间的自然大道是什么 股票你要做的是本来就该涨的股票 我举例3338的泰塑 这档个股它是散乐的 散乐它本来就会涨 因为未来要走的是AI AI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伺服器 伺服器一个最 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内容是什么 叫做散乐 过往是气冷 现在变成艺冷 那3338的泰塑走了 就是艺冷的部分 随即 之前涨了双红跟齐红 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产业的确会涨 的确有未来 所以双红齐红先涨了 那未来已经涨过的股票 就不会再涨了 所以它势必会干嘛 它本来就会轮到第二棒 那第二棒是谁 有大户的 有艺冷的 还没有涨的 古本小的 它会接棒而演出 那不就是3338的泰塑 它不就是散乐里面 本来就应该要涨的 肋骨之一吗 所以我选它嘛 我之前带你转的双红 带你转的齐红 我现在要带你转 3338的泰塑嘛 各位都还记得吧 未来的成长性 我就不说了 因为我之前都跟你聊过 当时4月29号的时候 3338的泰塑 谁会跟你聊它 只有我鬼骨子 各位股票涨了 才跟你讲说 它为什么涨 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真的知道股票会涨 你就趁它还没有涨的时候 先讲嘛 429 4月29号 只有我鬼骨子一个人说 将近要一个月前 我就再跟你分享这档股票 没动的 只有我鬼骨子会跟你说 但是没有动又怎样 5月2号的时候没有动 没有动代表你可以轻松的买啊 我的全国家族成员就赶快买啊 不够的就赶快给他买满 买齐 那我们都已经早就买好来放了啦 各位买完之后 它开始发动 那才是扎扎实实的获利啊 各位你从第一季的营收的部分 看不出的虽然 但是我就跟你讲 它这档个股 它整体的内容在改变 它出货的东西变成什么 高单价 高毛利的东西 所以它势必会反映在它的 盈余的部分 所以第一季 营收只有年成长3.5个百分点 但是你换算成税后的盈余 它成长了130个百分点 各位你要能够看到 细部的内容 你要知道说散乐本来就会涨 散乐大哥先涨了 二哥他本来就会跟上 那二哥里面 他的毛利如果是高的 他的营收本来就会变好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那你看到的这么多 本来就应该是如此的事情 你本来就会赚钱嘛 所以我在带领我的家族成员 进场来布局这些 本来就会涨的股票 那本来就会赚呢 本来就会涨啊 我们的操作本来就很轻松愉快啊 不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加入鬼谷门 你的操作会变得非常的顺利 昨天亮灯涨停板 这是我家族成员的 讯息 昨天有说过了 今天你就仔细看 而这档个股 有发觉到吗 我昨天还跟你讲 大户已经进来了 凭什么这档个股没有涨的时候 人家就已经买来放 原因在哪里 是不是未来好 单价高 而大户又进来 不就是他准备要开始 往上表态的时候吗 不然人家是买好完的吗 而且这档个股 今天在出门的时候 还一个上影线 是9个百分点 随即啊 各位 又往上拉了 刚刚一点过后 直接亮灯 涨停板 又往上狂飙了 实在是太开心了 连续两天 你买在这个地方 你这里随便买 你随便赚不是吗 因为成本获利 已经被拉开 你已经赢在起跑点 而这档个股 各位 5月2号的时候 我在我的Lite 8里面 小老鼠GO888 就已经送给你 来帮我拉近一点 我在里面开牌来给你的 不就是3338的泰塑吗 所以还没有加入我 金融鬼股指的Lite 8的朋友 请你赶快去加入 这里面会不定时的 送给你很棒的股票 小老鼠GO888 那你5月2号 你也可以买啊 买完之后 黄标啊 我金融鬼股指 就是筹码之王 各位 任何一档个股在上涨之前 都一定有原因 基本面要好 未来的成长性要够 而且它的财报 必须要有突破性的成长 突破性的爆发力 那是我要的 而这些我认为还不足够 我去买它 它还必须要有大户筹码 大户筹码代表什么 你背后有人比你更紧张 那有人在给你依靠的 他可能买几千张上万张的 他比你更想这档个股 往上涨的时候呢 我们就做教嘛 最后他一路的顺顺的 果然就往上飞 各位不是一切 本来就是这样 你买进的是 本来就会涨的股票 那你本来就会赚钱吧 3338的泰硕是这个样子 那之前跟大家分享的 同概念股呢 各位其他的我不说 我只跟你聊第一桶 我不是那种撒股票的 第一桶我说 AI缺电更缺桶 所以一些基本面 我都跟你说过了 包括了全球的桶库存量 各位你去思考 如果桶的库存量 是越来越少 那价格呢 当然就会越来越高 那相关做同的呢 那本来就会上涨 当时跟你聊双红第二 不就是第一桶吗 当时在三月底的时候 一样大户筹码先买了 还没有涨到的第一桶 为什么大户先买了 而且我还跟你讲 特定分点 为什么之前不买 近期才开始狂买 三月底的时候 不就是第一桶 甚至328 还跟你讲 这桶个股都还没有涨到 Butter你现在看看第一桶 今天亮灯 涨停板之后呢 三月份 各位328在哪里 328在这里 各位你买 在这边有没有超愉快的 现在它在这里 这一段是不是 就可以把它给结局起来 当时328 35块 现在 59.4 将近要一倍了 各位我低买 高卖 低在街 现在又创新高 这就是我这里的做法 我就是这么厉害 我就是完全公开给你知道 因为我一切都了难于心 我知道会怎么走 我就怎么做 替我的全国家族成员 创造出了最棒的 架杂出来 那当时 还在相对低档 来 一路往上狂飙 太舒服了 一直涨到了 4月 10号 还在创高 4月12又创高 一直狂飙到多少 4月15号 一路往上狂飙 各位这一段 可不可以先赚起来 赚起来之后拉回 我跟你讲说 要先避开嘛 但是铜又开始在上涨了 所以呢 涨一段 先卖掉 下来之后再把它接回来 5月15号还公开跟你讲 我接回来了 然后16号创高 铜的价格也开始往 美工顿 1万美金之上来卖进 结果5月20号 520 直接亮灯涨停板 今天第一桶 早盘又亮灯涨停板 各位从相对低档 一路做上来 这个时候才三十几块钱 现在已经快要六开头了 已经快要六开头了 我完全公告在前面 除了我的全国家族成员 可以赚之外 各位你也可以跟单啊 你也赚得到啊 那做股票怎么会困难 各位正因为我们做的是 本来就应该会涨的股票 所以它本来就涨了啊 我们不是本来就赚钱 各位所有的内容 都一定有前因跟后果 看到了这个果 你要想到那个因 那一样 未来的好股票是谁 未来如果有新的股票 又要往上狂飙了 所罗门第二又狂飙了 甚至新的股票又狂飙了 未来大赚的时候 你要记得 是因为现在这个因 你现在有做 未来它狂飙了 当然就是赚钱 就是这样子 我的家族成员就分这三种 蓝金灯峰跟荣耀 蓝灯耀就分这三种 那需要帮忙的 各位我的标股超能力 加一块钱就多一记 直接送给你 不用在外面那么烦恼 什么股票要买 什么股票不要买 什么股票可不可以接 什么股票是不是有爆大量 一堆的股票到底要选A B C D E F G 不知道选谁 各位都没必要 你就加入我鬼股们 我带你做 有筹码 有成长性 有财报 有高单价的商品的股票 而且还在低点 市场没有人知道 你每一档都是跟着我 做这些好股票 各位你的操作的成果 会好很多 需要帮忙的就请你利用 广告时间的电话 过往不顺利的 各位做出改变 未来就会不一样 过往你在做那些 不知道会不会涨的股票 未来请你跟着我做 本来就应该会涨的股票 结果肯定不一样 一起加油 好吗 来导播进广告 我等等就会跟你讲 索罗门第二是哪一档股票 在此之前 我先跟大家讲几档股票 第一档625的溢发 回档了 各位这个叫做机会点 拉回是给你找买点用的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 拉回在哪里买 我会跟你说 那一样 在这个重店的部分 都还没有出手 我转一趟上来 相对高档卖掉 4月22号 把它卖掉之后 给你看一下422在哪里 这一天 我就卖在这一天 卖在这一天 这一段是不可以避开 各位我完全公开跟你讲 我卖 包括了中兴店 全部都是卖在4月22号的时候 你看我买的多漂亮 卖的有没有更漂亮 1514的亚历的部分 一样卖的很漂亮 甚至于1519的华城的部分 一样卖的很漂亮 各位我鬼骨子 不仅仅是带你买的超漂亮 我卖的更漂亮 其他的个股 包括了像是正基的部分 一样顺顺的向上 那准备要去挑战 这个高点之前 他势必会先整理量 所以才会带量去突破 那8089的康权店的部分 已经过高了 现在他要干嘛 稍微量缩整理 准备要去供三位数 那其他像是航海的股票 长龙 阳明 跟万海的部分 整体都还没有走完 没有走完 跟我讲得非常清楚 没有走完 该卖的 我就会跟你讲要卖 包括了之前的散热 重点 我说卖就是卖 我没有 突然之间又跑出来 避开之后 新的股票 该报就是报 其他包括了 像是光学的部分 郁金光 低档跟你分享 然后一路往上涨 今天的郁金光 也还是蛮不错的 整体来看的话 还是有机会 会再往上创高 那除了郁金光之外 佳能 一样是光学相关的 那他就要投一关 没有买在低点 但是在平台整理突破的时候 我赶快跟你说 5月13号 这一波可以赚吧 14小创高 15涨停板 16再涨停板 17创高 到了520 放了一下 回来又往上创高 然后今天又再创 波段新高 各位不就是这样子吗 那这一档个股 4919的新糖 它能不能够软糖 变成了硬糖呢 在近期都没有涨 各位都没有涨 不代表它未来不会涨 我只能够替你点到这里了 那光学相关的又涨起来了 佳能又往上黄标 各位有发觉到 我鬼股们的股票 就是这么强 你知道什么股票会涨 因为它背后的筹码 筹码之王在这里 我带你看的股票 谁在买的 买多少张 均价在哪里 它的企图心在哪里 自然各股的商品是什么 它未来的发展在哪里 这个类股的脉动是什么 大哥涨完了没 轮到二哥了没 二哥会涨谁 各位如果你不清楚的 你就来找我 加入我鬼股们 我们这边做应该 本来就会涨的股票 你的重做就变得非常的顺利 好比索罗门 各位这是索罗门的相关的产品 主要做的就是 在机器人的视觉这一块 不管你是工厂的机器人 机器手臂这些 都需要索罗门 一切都讲在前面 那从3月12号 他还没有涨的时候 持续的关注他 一路往上黄标 各位到昨天 已经亮出了第17根的涨停板 1000万 你可以赚到2500多万 加回你的本金变成3500万 而我的索罗门今天盘中还没有涨 随即来稍看着 亮灯涨停板 创下了第18根的涨停板 加入鬼股们 狂赚索罗门 我的家族成员 从一开始就进场 一直到现在都还续报 没有加码 但是从这里报到现在 各位回过头来看 当时的索罗门 39块 39.35 今天的索罗门 151.5 前面多了一个 多了100多块钱出来 狂标了269个百分点 1000万 出来变成3000 快要700万 1000万进去快要变成3700万 我的家族成员到现在都还续报着 各位还没有走完 还没有涨完 明天就会超过270个百分点 一档对的股票 一档对的股票 那之前他的筹码面我也跟你说过 他未来的涨望我也跟你说过 各位够好赚吧 在股票市场 他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 他永远能够创造出 非常强大的获利出来 也就是一档对的个股 可以改变你所有一切的答案 就一档股票 三月多一直到现在 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狂标了将近要270个百分点 18根的涨停板 我的家族成员到现在都还持有着 够舒服吧 够愉快吧 各位就是会做不会做 你有没有选到对的股票吗 各位不是我鬼骨子厉害 是我选股的眼光厉害 是所罗门他自己厉害 是我的机器人厉害 是我的所罗门厉害 他本来就会往上狂飙 那你本来就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买 那买完之后呢 你本来就会赚钱 够简单吧 来 所罗门狂飙狂赚之后呢 各位 股票市场永远有机会 所以我推出所罗门第二码 大户有没有狂买 有啊 三万九千张啊 这档个股比较低价格 那我当时也跟你说 这档个股是记忆体相关的 它去年超烂的啦 烂到爆表 那不就代表它的机器低 未来的成长性就会很够嘛 所以它今年可以成长 55个百分点 而且明年会再成长 这就是我要的嘛 低基期嘛 高成长嘛 所以这档个股是谁 你看还没有涨哦 大户已经买了 所以它会不会涨 它本来就应该要动的股票嘛 现在我来开牌给你 各位 它不就是8110的华东 这档个股不就是8110的华东吗 可是我在跟你讲它的时候 它也没涨啊 但是你看今天 来帮我拉近 九点不到半的时候 你就会收到全国家族成员哦 索罗门第二 8110的华东 股价果然大涨 后来它涨停板了嘛 后来它涨停板 锁住了嘛 有没有超舒服的 各位你看 这档个股之前有涨吗 完全没涨 但是我鬼股子就是知道它会涨 它会涨 索罗门第二 只有我看得出来 有没有今天直接亮灯 涨停板给你看 看一下吧 恭喜索罗门第二 滑动亮灯涨停板 股价帅气的站上了重要的关卡之上 我们鬼股们操作就是神 我们进场的3338的太错 那个时候市场也没人知道啊 我们又是买在全市场 没人知道的时候 随即呢 所有人都要来吹捧我们的太错 现在8110又涨停板了 你看未来会不会 用一堆人来吹捧它 不就是这样子 其实429我就在节目跟你说了 到5月2号 我都有在节目跟你说 各位就是这样 在股票市场永远有机会 重点是你有没有在车上 你能不能够知道下一档的个股是谁 就这样子而已 你不知道的 你就加入鬼股们 让我来帮助你 我的会员就分这三种 蓝金登峰跟荣耀 蓝灯耀 那有需要的 就请你利用广告时间的电话 标股超能力 各位这个会费都不是问题 重点是你知不知道下一档的股票 下一档的股票是谁 各位大户已经买了 到近期还买更多 但这档个股还没有涨 它整个肋骨龙头已经在动了 过往的经验下半年会开始表态 就这样子下半年会开始表态 你就是跟上 股票我都帮你准备好了 跟上听话照做即可 一起加油 好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 愿我如长风半君行万里 我是金龙鬼谷子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